中国历史上有两位花蕊夫人 一提起花蕊夫人 很多人就会想起王国师 这两位花蕊夫人都是什么时代的呀 咱们先说第一位吧 第一位花蕊夫人是前蜀的开国之君王健的妃子 娘家姓徐 徐氏夫人生在蜀地 当时他跟姐姐在一起的时候 被这位蜀主王健看中了 姐俩一块进宫都受的宠爱 这位徐飞的姐姐给王健生下了一个儿子 就是那前蜀的后主王衍 这王衍由于母亲跟这阿姨的关系 就被立为皇太子了 王衍当上皇帝之后 黄淫无度 后来前蜀不是被后堂给灭了吗 花蕊夫人跟王衍一起 被杀了 这位花蕊夫人诗写得很好 她描写前属朝廷奢侈生活的作品 因为用词华丽典雅 艺术技巧很高 所以在全堂诗里留了她八首诗啊 却也因此为这王衍的王国做了间接的说明 这是第一位花蕊夫人 第二位别号花蕊夫人的也是贵妃 是五代时后蜀的君主 梦场的妃子 这梦场啊 就那梦之祥的儿子呀 第二位花蕊夫人也生在蜀地呀 前蜀后蜀出了这么两位美人 据说后蜀之主梦场 最初想找美人说找不着是闷闷不乐 吃不香睡不踏实 有一位心腹太监就开始奉命给她外边找去 在清城为她物色美女 哎 真找的一位 这位美女体态轻盈 容颜绝世 梦场一见 那会儿就被勾走了 如获至宝 当即传旨留在宫中 封为惠妃 这位惠妃 喜欢芙蓉花跟牡丹花 梦场真下本 自己是皇帝什么事办不到啊 特地命工驾 为这位惠妃夫人修了一座牡丹苑 而且下令 在城墙上又种满芙蓉花呀 就连寻常百姓家 也得奉命家家栽种 每到芙蓉花开时节 蜀国的都城 成都城里边是花团锦醋 是争奇斗艳 沿城四十里远远近近 就跟铺的锦绣一样 所以成都到现在还有一个雅号 叫锦城 这锦城就跟这芙蓉花有关系 两个蜀国的后主 都是非常享乐 非常奢侈的人 梦场也不例外 很懂得享受 而且享受得有点过分呢 你就算有钱 你分怎么花呀 据史书记载说 连她晚上企业用的便盆 都拿宝石做装饰 精美无比 这得多浪费呀 她把这位惠妃娘娘 也封为花蕊夫人了 跟这位花蕊夫人 是日日饮宴 时间一长 山珍海味都吃腻了 花蕊夫人别出心裁 用干净的白羊头 以红姜去煮 然后呢 煮完了紧紧卷起来 腌在酒中 把这白羊头肉 经过这么一番炮制 再拿石头压住 让这酒味 深入到羊头肉 跟羊头骨中 到了日子拿出来 切得跟纸一样薄 起名字叫斐羊手啊 又叫酒骨糟 这对皇帝夫妻吃起来 觉得是风味无穷啊 到了公元九百六十四年 宋太祖赵匡印 发兵南极 攻打后蜀啊 这样的国家 能禁得住打吗 蜀军是不堪一击啊 十四万守成都的蜀兵 是不战而溃 你这多新鲜 要没人行了 或者打不起 行了 根本就没打 就撤了 尤打北宋出兵开始算 六十六天 后蜀就灭亡了 这蜀后主 梦场想来想去 只有投降啊 自己命人把自己捆起来 主动成为北宋阶下囚 花蕊夫人陪着她 也成了囚徒 陪着梦场 一起被押戒进京 这位花蕊夫人 这位花蕊夫人 跟头一位徐飞花蕊夫人一样 也会写诗词 在经过夹盟关的时候 她在驿站的墙壁上 写了一首词 怎么写的呀 初离蜀道 心将碎 离恨绵绵 春日如年 马上时时 闻杜鹃 三千宫女接花帽 共斗蝉鹃 节学朝天 今日谁知 是称言 怎么还有称言呢 原来呀 当年在成都宫里边 梦场曾经亲自 谱过一首曲子 就万里朝天 让这花蕊夫人 练习演唱 好美儿的 怎么来这么一首 万里朝天呢 现在 千里迢迢告别故都 前往北方 作为人家的囚徒 难道不是万里朝天吗 这不就成了谶语了吗 说的就是这么一个典故 这梦场啊 别说 倒是写个曲子嘛 那还行 可惜把国家治理成这样 自己自成谶语 落入了 北宋赵狂印政权的手中 可当初写这曲子之后 他一点没走脑子 当时写完大伙怎么理解 以为万里朝天 是指着四面八方的人 不远万里来朝见他梦场呢 还以为是吉祥呢 就为了庆贺这首曲子 宫里的妇女 静香都带高官 输高发级 称为朝天级 你是庆贺吗 哪知道 这万里朝天是反着说的 应验在了如今 万里崎岖 前往汴梁 投奔送主这件事上 一路上 华瑞夫人跟梦场听到的满耳 都是杜鹃的哀鸣 杜鹃的叫声 你要细听 有点像不如归去 这四个字 不如归去 不如归去 生生杜鹃 替的人心神气血呀 据说赵狂印 见着了梦场之后 特意见了见花蕊夫人 赵狂印 早就听说这花蕊夫人 厌绝尘还 为一堵芳荣 特意赏赐梦场 及其全家 知道他们一定会来 宫中谢恩 这一见花蕊夫人 赵狂印 是万分喜爱 结果没过一个礼拜 那会儿没一个礼拜 这一概念 反正就七八天吧 梦场突然 暴病而亡 很多人都认为 这是赵狂印 下毒给毒死的 梦场的母亲 因为这件事 也绝食而死啊 花蕊夫人活下来了 宋太祖 就把这位美人 留在宫中四宴 有时候 知道她才华挺高啊 让她急袭吟诗 花蕊夫人张嘴就来 这一天又喝酒 让她急袭吟诗一手吧 花蕊夫人略意沉思 君芒城上 树翔旗 窃在深宫 哪得知 十四万人 骑蟹甲 宁无一个 是男儿 听得赵狂印 心潮澎湃 这首诗起名 叫庶王国诗 诗写的 悲愤蛮转 表达了花蕊夫人 这个王国之女 深沉的悲哀 怎么呢 成都不是没人手啊 十四万将士 一仗都没打 一块溃逃 难道说 这里边哪一个 算得上男儿丈夫吗 一开始君王令下 成都城头 竖起了大旗 我在宫中 我一个女子 又怎知城外 是这一番景致啊 花蕊夫人 终于被宋太祖 纳入后宫 封为贵妃了 但是她依然怀念的是 前夫梦场 所以就把梦场的画像 供奉在内宫 骗着宋太祖 不能说是自己前夫的画像 我天天晚上睡不着 我想念她 那活得了吗 宋太祖问这是谁啊 啊 这是张仙宋子徒 把她丈夫封为张仙了 据说后人盛行供奉 张仙宋子徒 这习俗 就是从花蕊夫人这 给流传下来的 前后属的这两位美人 结局都是悲哀的 那么那位吴越王 前流怎么样啊 前流作为吴越之主 在五代十国时期 也是传奇人物 前流出身于农家 五代十国时期啊 有很多君王 出身并不高贵 前流就这样 他别看生活在农家 最讨厌下地干活 想挣点来钱快的买卖 怎么买卖啊 范思岩吧 范思岩 朝廷是不允许的 后来他在皇朝起义中发迹了 到唐朝末年 这前流已经被朝廷任命为 镇海节度使 镇东节度使 管辖十三个州 手下精兵 拥有三败 在自己起家创业的过程中 前流是严于滤己 据说他行军打仗的时候 睡觉都很少 人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 叫不睡龙啊 根本就不困 实在要困极了呢 那就枕着一个小圆木头 小睡那一会儿 稍有动静 他就惊醒 所以人们把他睡觉 那小圆枕 比做颈枕 好 越睡越惊醒 功成名就之后 前流也像一个一般的得志之人一样 开始享受 他在自己的家乡 这大兴土木 然后坐着豪华的帝王砖车 带着大批随从 前呼后拥 一紧还乡 一劲下转用 可没想到他父亲乾宽 一见他来 赶忙就躲 前流纳闷啊 儿子风光了 老子得高兴啊 我现在前呼后拥的 你怎么见我还躲呀 他纳闷 告诉手下人别跟着 我自个儿出去溜达溜达 自己没敢坐车 走着道 徒步去找他爹 见面之后 他就问 这父亲怎么避而不见呢 乾宽一听 看看左右没别人 嘿 儿啊 咱家世世代代是种田的 从来没有人能显赫到你这一步 你现在身为十三州之主 可是你别忘了 你三面受敌 这样 与人争权夺利 我怕你这么一回来认祖归宗 再给咱们家里人带来祸害 所以你最好别说我是你爹 也别提你是我儿子 咱们装不认得得了 钱留一听是又难过又震动 他知道父亲不认儿子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番话实际是父亲对他的提醒 钱宽 别看是一个农家父亲 但是他居安思危 想的比儿子钱留远得多呀 他告诉钱留 不能过于的享受君王的荣耀 要知道危险时刻存在 尽管钱宽这么提醒 但是这钱留啊 听完就忘了 他特别喜欢建造一些宏伟壮丽的房舍 晚年钱留不是自称吴越国的国王了吗 把自己居住的地方称为宫殿 既然是宫殿 就得有排场啊 所以这宫殿被装饰的是富丽堂皇 大有王者气派 他的子侄们 个个是衣冠楚楚 服饰鲜亮 他到哪 这帮人就跟到哪 哎 钱留觉得这叫新满意足 当地人俗称他为海龙王 怎么叫海龙王 都城不在杭州吗 经常看海潮啊 钱留对这样的外号倒也乐于接受 但是钱留虽然享受 倒不能说他是一个昏庸之主 治理国家方面 还是有点作为的 尤其是治水 为人传送 海龙王这叫法 跟这治水多少也有点联系 钱塘江的潮水 年年要侵袭杭州城 钱留决定 修筑汉海食堂 在公元910年 这个巨大的治水工程正式开工了 杭州城外 由打六合塔起 到庚山门一带都筑起了食堂 食堂啊 拿石头雷起来的存水池啊 防止潮水侵袭 这工程刚开始的时候 由于潮水太大 惊涛汹涌 难以进行 这时候 钱留突然做出一个惊人之举 吩咐手下赶快准备 我要射巢 大伙行什么 射巢 拿剑哪 让准备就准备吧 他命人用竹子做了三千只特形的剑 用锻造过的毫铁来做这剑尖 用鸟的羽毛加以装饰 然后选了五百名 百发百中的弓箭手 三千只剑 每人给六只 让他们面对汹涌而来的潮头是一字排开 赶等这潮水扑过来的时候 潮声震天 七十红美 两岸成千上万的老百姓都过来观看 潮头涌来 五百名弓箭手 同时射箭 乱射吗 哪哪行 一人叫六只 一次射一只 五百人一块射 那就叫五百只啊 啪啪啪 箭如潮水一般呢 别说 潮水是排山倒海的涌过来 箭射完一发之后 就等着这潮水往后退了 大伙一看 头一发五百只箭射出去 这潮水还往前拥呢 等着呀 人等着前流下令啊 准备 第二只箭 任口天弦又等上了 唰 第二批箭还又出来了 一直射到第五只的时候 您说怪不怪 这第五只箭刚刚射出去 落入潮水中 唰 翻波涌浪的潮水 退回去了 两岸 煞时间是昏声如雷啊 早已准备好的工匠们 抓紧时间 咋不得赶快施工啊 别一会潮水再回来啊 把装有巨石的大笼子 一个一个都沉到水里 这些竹笼都好几十吨重啊 大伙一块往下推啊 然后再用又长又粗的大木头 横向把这竹笼串起来固定住 筑成石塘 还打下了几排木桩 就这样 潮水不再侵涌 沙土慢慢淤积 河岸慢慢的就牢固了 据说潮流把捡回来的那些箭 就埋在了射箭指巢的地方 立了一个铁塔作为纪念 那地方就叫铁壮谱啊 那位说射巢这事是有科学依据吗 射箭能射退潮水吗 当然不能啊 潮流不过是让人算准了退巢的时间 跟方向 然后用射巢来显示他的帝王威风 但是吴岳百姓 用他们自己的智慧跟劳动 却战胜了江朝的侵扰 捍卫了自己的家园 这的的确确是民众的智慧 是不可更改的事实啊 到公元九百六十年的时候 北宋正式建国了 这时候的江南吴岳小国 谁是国王啊 是潜流的后人 潜处 潜处就是那位吴岳国的忠义王 因为国家弱小 为保证王位 他只有竭尽全国十三个州的物力财力 去讨好日益强盛的 赵宋政权的欢心 据史书记载 潜处一次给中原朝廷送去的贡品 那就多了去了 龙凤鲑鱼 仙人鳖 山宝树 通西带 这些都是西式珍宝 那金银带帽 都是上千上万件的送 至于水晶马脑啊 那也是四千四千个给 三尺五寸高的珊瑚树 一批送十个 这哪滑了来的 至于什么金银淘气 那就不好数了 零罗绸缎 那账本都不够记得了 这些还只是上贡给皇帝的 满朝文武百官 每人都有礼物 人人有份 没想到宋朝的皇帝得的这些贡品 却说出这样一番话 他送的原本都是朕的东西 何必记在他的名下呀 五月小国既要上贡 国王官吏 自己又要享受 所以老百姓要交的 填付租税 自然是越来越多呀 据说连那鸡蛋 打那鱼 鱼产卵 鸡生蛋 这都有税 你想那老百姓 活得得多苦啊 公元978年 也就是北宋太平新国三年 前处正式献土归宋 受不了这个罪了 赶快投降得了 他离开了吴越的都城 来到了宋都汴梁 这离开了杭州 奔汴梁去 这是告别故国呀 吴越王手下有一个御史 叫江景坊 一起跟着他入朝 宋朝在讨平各个格局政权之后 对老百姓的填付 租税 都要按照原先地方的惯例去办 所以就要需要以前的文档记录 哪的文件 什么图籍 都得给人保留好 作为依据 前处这是去投降 自然也不例外了 这样江景坊就负责得把这吴越的档案文件都给整理好 带到宋国的都城去献给宋朝的主人 临行前 他再三考虑 难道让老百姓 再这样受苦吗 渡河北上的时候 江景坊暗自叹息呀 我国百姓 受苛刻繁重的田赋租税之苦 已经很久了 我若把这些图籍文件都交上去 宋朝的官员仍以此为依据 按旧日的标准来征收 那吴越民众苦难就没有尽头了 想着想着 眼泪都下来了 这是一个忧心忧国 深爱百姓的父母官呢 如果历朝历代 竟多一些这样的官员 为百姓的事情能够吃不好 睡不安 暗自神伤 那不是百姓的福分 又是什么呢 江景坊早想明白了 国家已经不存在了 自己死活 无关紧要 宁可死了 也不能再让百姓 接着受罪 这些年来 江景坊没好意思直接说呀 怎么跟谁讲啊 讲出去就得掉脑袋 这倒是小事 关键是对君主不忠 犯上的话他不敢明提 但他明白 心想你前处 你收的钱还少啊 老百姓都被你刮了地皮 绝第三尺了 我怎能不替百姓想 对 想到这儿 江景坊 暗下决心 我假装 来一个事故 我把这些文件 档案 统统都扔到江里就得了 到了京城之前 我让这些所有的东西 都随波逐流而去 就这样 过江时候 假装 翻了船 都主夫人安排好了 这一大传档案 全都随水而逝 宋朝的皇帝 在建造了五岳君臣之后 这大发雷霆啊 好玄就把这江景坊给杀了 众人求情 江景坊才逃过一死啊 宋朝重新审定五岳的填税 给当地的老百姓 减轻了负担 就在五岳百姓 额首称庆的时候 北宋政权 加快了他统一天下的步伐